这个土著男人正在黑色的火山灰里奋力挖着 然而他要找的却并不是什么钻石和宝物 黑色的火山灰温度很高 有的地方甚至很烫人 许多男人受不了了纷纷无功而返 只有这个叫塞米尔的男人坚持到了最后 他从一米多深的洞里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宝贝 鸟蛋 在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有六百多个大小岛屿 岛上生活着大约九百多个巴布亚部落 在新不列颠岛的东新不列颠省西日首府拉包尔镇附近 有一个叫木屠皮塔的小村庄 那里住着世界上最勇敢的土著民族 他们世世代代与火山为林 经数次灭顶之灾 却依然没有逃离 如何做到与魔鬼为伍 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种生活考验 一大清早 村民们纷纷划船出海 他们要趁着鸟蛋还没有孵化 就先把他们挖出来 从木屠皮塔华独木舟向东越过海湾 大约一小时后 人们就登岸来到了塔乌鲁火山脚下 塔乌鲁火山是一座活跃的富士火山 位置就在拉鲍尔东南角 它是位于海湾里面的 拉鲍尔火山的一个排气口 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最近的一次喷发时间 在2014年8月29号 火山喷出的火山灰 覆盖了周围区域 厚度大约有一厘米 原本应该是棕榈树和椰子树遍地的海岛 此刻大部分地方却成了 黑色火山灰与熔岩的世界 然而这里却有着村民们 梦寐以求的好东西 在林地中 有一种褐黑色的大鸟 叫做种植 外貌有些像鸡 一般来说 很多雌鸟会以枯萎的植物筑巢 孵化鸟蛋 则由熊鸟负责 而火山岛上的这些大鸟 学会了因地制宜 它们靠地热来孵化鸟蛋 种植的蛋 有很大的蛋黄 几乎可以占到 整只蛋重量的50%至70% 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 通常 它们会在火山灰堆里面产卵 那些地方看起来就像坟墓 厚厚的火山灰层 是温暖而理想的培养期 村民们为子弹而来 这一个个大洞 就是它们的杰作 塞米尔一大早就来到这里 要收集这些鸟蛋 不仅需要尽可能深地 挖掘火山灰 还要留意种植鸟的踪迹 防止它们跑来袭击 因为保护孩子 是母亲的本能 此刻 大鸟只能远远地躲在树上 胶着的踱步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蛋 被人类拿走 随着不断地挖掘 寻找鸟蛋变得越来越困难 村民们的压力很大 人人都要养家糊口 因此 尽管火山灰很烫手 但它们却并不惧怕 依然徒手在黑灰色土里 越挖越深 挖热火山灰 寻找种植鸟蛋 几乎是最辛苦的工作 但它们必须这样做 才能赚钱 为了家用 为了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 为了给生病的亲人治病 它们只能坚持下去 下午 塞米尔高兴地回到家 他的母亲是个盲人 只能靠手感知收获的鸟蛋 塞米尔把蛋和蔬菜 放在锅里一起煮 煮熟的蛋 用椰子壳盛着 送到母亲手里 老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很久没有吃到 这么好的食物了 他们家只有母子两人 相依为兵 他永远忘不了火山爆发 带来的灾难一刻 1994年 塔乌鲁火山 与乌尔坎火山一起喷发 拉包尔绝大部分地区 被火山灰掩埋 木兔皮塔村 只有两座房子幸存下来 其中 就包括塞米尔家的 这座草房子 房子完好无损 一切都井井有条 二十多年过去了 灾难的痕迹还在 七十岁的母亲 就是在那场灾难中 被火山灰弄下了双眼 塞米尔那年才十几岁 还在学校读书 穆图皮塔曾经是巴布亚部落 繁荣的地方 现在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曾经矗立在这里的政府大楼 如今只剩下了水泥庄 这里曾经是一所小学 因为建筑物倒塌 学校也被关闭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灾难 塞米尔本可以继续自己的学业 然而火山灰覆盖了村庄 带走了过去的生活 人们不得不适应灾难 带来的一切变化 几年前 在一所封闭小学的旧址上 新建了一座临时搭建的建筑 孩子们上课的铃声 来自于这枚空炮弹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 就在这里 三十几名学生 挤在一间大教室里面上课 由于缺乏纸和笔 每个孩子只能拿一小块 小黑板学习 而且还没有擦子 孩子们只能用手擦出笔迹 老师给孩子们发的 都是粉笔头 即便如此 孩子们仍然写得很认真 他们有统一的黄色校服 虽然环境简陋 但孩子们的学习愿望 却很强烈 老师也非常负责任 他一个人 不但要教授好几门功课 每节课结束后 他还会带着孩子们 唱一首歌 丰富孩子们的课间生活 他尽了最大努力 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 而孩子们的笑声 就是对他最好的奖赏和回报 放学后 孩子们在火山灰覆盖的荒地 打起了橄榄球 这个岛上没有游乐场 但在木途皮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们 却很乐意在这里玩耍 然而有些大一点的孩子 却不得不到田园里 照看自家种的芭蕉树了 二十多年前的那场火山爆发 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以及所有的庄稼和耕地 幸存下来的人 没有住所 财产和食物 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寻找 一切可以维持生存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含有大量养分的火山灰 成为了新的土壤 富含矿物质的火山土壤 终将成为理想的农田 那里会重新长出 茂盛的棕榈树 以及芭蕉林 顽强的村民们 总是会见缝插针地 耕种一些小块土地 这棵香蕉树 只有两个月大 这个十五岁的男孩 每天放学后 都会来他的后花园 照看香蕉树和甘蔗 他斩端一棵甘蔗汁 用刀削开坚硬的外皮 一口眼睛的芭蕉 咬了下去 甘蔗异常甜美 这个梦想着 永远快乐的男孩 此刻就是快乐的 天色已晚 塞缪尔照顾年迈的母亲 上床睡觉 他先打来水 给母亲洗脚 年迈的母亲虽然看不见 但他可以感受到 儿子的手臂 老妈妈睡着后 塞缪尔也在灰白的地板上睡觉 母子俩又互相扶持着 度过了辛苦的一天 塞缪尔对老母亲的照顾 令全村的人都感到赞佩 第二天 四个村民聚集在一起研究着什么 他们提着大刀 张着血红的大嘴 急急忙忙 不知道的还会误以为 他们要去打仗 实际上 这些男人嘴里的红色 是因为长期嚼食冰榔造成的 巴布亚的族人 几乎不分男女老幼 都使冰榔如命 他们从冰榔中获得的能量 即将被用来爬树 和砍收漂亮的椰子树叶 他们要用叶子制作包包 终于椰子收集好了 现在他们要把这些椰子树叶 扛回家去 制作一个传统的篮子 篮子可以用来装挖到的鸟蛋 椰子叶是非常有用的材料 这位年长的村民 在短短二十分钟内 就制作了一个提栏 因为是新树叶 所以制作的时候 它显得非常小心 好像捧着一个很贵的瓷器 制作提栏的技能 几乎每个人都会 村里的老人们 会把他们的技能 传授给年轻人 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的提栏 他们把提栏挂在脖子上 展示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在巴布亚人的传统里 由长辈传给后代知识 帮助族人获得生存技巧 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项道德 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种传统 烟雾变得更浓了 火山依然在释放着它的能量 谁也不清楚 下一次的喷发 到底在什么时候 地热让这里充满了 硫磺和矿物质的海滩 如同温泉疗养圣地一样 村民们常常来到海边洗澡 塞梅尔和他的朋友 今天要在这儿 美美地洗上一次 他们把黑色的泥巴 涂满全身 这些火山灰能治疗很多疾病 巴布亚人自由地享受着 这是大自然给予他们特殊的礼物 塞梅尔正玩得开心 另一边传来一阵喧闹 原来有村民捕获了一条 咸水鳄鱼 可怜的鳄鱼 被一张鱼网卡住了 村民们喜欢鳄鱼肉 他们可不会拒绝品尝 这样富含蛋白质的美味 巴布亚人向来懂得分享 很快 每个村民就都分到了 一小块鳄鱼肉 塞梅尔也分到一块 他赶紧拿回家炖上了 朋友们早就聚在一起 大家在这香喷喷的美味中 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吃完了肉 几个人跑到院子后面 摘下几片安树叶子 大嚼了起来 这种漱口的方式 也是巴布亚部落的 传统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片 充满原始活力的土地 很大一部分 仍未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在木屠皮塔村生活的 巴布亚部落 随时会有被火山掩埋的危险 然而这些人 却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床 他们乐观勤奋 直面灾难和痛苦 不管生活环境怎样艰难 都从未放弃过希望 他们的身上 有一种像火山一样 蓬勃的生命力 这样的生命力 终究会使他们的族人 将这片土地 改变成独属于他们的 人间天堂 这里是记录 真实记录世界每一个角落 感谢关注